哇 喂 喂 哇 首先第一件事先 Like 影片 第二件事 其實我們已經開了Disk Talk 如果你還未進來的話 立刻在我們置頂留言的連結進來 一起聊天啦 歡迎來到Galbo Feel 我是 Matthew 天寒地冬 最適合吃暖夜的 上網看到有間餐廳主打燒鰻魚 用鰻魚去做12道菜 即是一雞十二食的朋友 都是賣真的 為什麼我記得我看資料不是這樣的 用了很漂亮的炭 很漂亮的魚 有白燒有蠔燒 一盒鰻魚飯90多元 如果有質素來說應該差不多 香港是甚少見到 以鰻魚做主打去做一間餐廳 日本也有的 可能這些來貨難拿 要拿得漂亮 咦? 我聽過一些傳聞 香港的鮮 本人都挺喜歡吃鮮的 他給鮮我也沒所謂 夠了 其實我呢 早幾天就腸胃炎 剛剛好就出來拍吃了 所以如果他的食物不新鮮的話 我一定感覺到 說回簡單科普 其實腸胃炎吃什麼都會吃的 哈哈哈哈 就沒有關係的 黃國主打 備長炭 蒲燒白燒 鰻魚飯 一試究竟 Let's go 哇 萬一 這個名字呢 萬一不好吃 是啊 我就是想說 它是不是好像泰國店那些呢 太一 太一 慢慢來 哈哈 已經有大量的鰻魚飯在這裡 又說明是用北海道產地的米 地場炭史用店 全部都是說到自己很高級 我通常認為這些都是掛出來 就令到整件事專業了 但吃下去都是差不多的 看到了 炭火蒲燒鰻魚飯 小92大128 下面還有什麼 炭火白燒鰻魚飯 鰻魚海鮮炒飯 鰻魚蛋包飯 還有一些串燒的 鰻魚好不好吃呢 其實都應該是很容易吃得出來的 通常在香港 100元左右的鰻魚飯 都是那些質素 但它就說自己的主題有多特別 那真的一會試一下就知道 如果現在去到100元都吃不到好東西 香港真的淪陷了 那是吃不到好東西的 那就是 哈哈哈哈 萬一我們吵就不要怪了 萬一我們吵 這個怎麼斷它 哈哈哈哈 死了死了 我發現了一件事 它這個是廚房內部烤鰻魚Live來的 吵你想不想 哈哈哈哈 那如果我們現在坐這個位置 拿著你吃 哈哈哈哈 是 看錶 死了 兩串兩串都借著它了 喂 喂 進來後 本感覺滿滿的 是啊 而且這裡有一個大玻璃窗 看到師傅有燒鰻魚 看到它一串一串的鰻魚 這樣翻 挺有感覺的 但是最有感覺 是我剛剛看到的這一張東西 大家看一下 鰻魚可樂 我覺得這間店很會玩 它把門面的東西做得很足 海道米 飛翔灘 暗時燒鰻魚氣 大玻璃窗燒鰻魚 然後再做到桌頭 鰻魚可樂 真的桌頭滿滿 這間店 蠔燒顏色的可樂 隱約透出微淡的鰻魚 向你 挺有趣的 是吧 是 28元吃的 小食原來挺多的 我看見味褲羅肉 有點想吃 還有一個期間限定的小食 叫炸鰻魚球 即是鰻魚球 是吧 很多東西 是啊 我腸胃炎 因為它有兩種鰻魚 蠔燒鰻魚 就是燒了一些 再蒸熟它 再上醬燒 所以汁醬重一點 燒鰻魚就是鹽燒 由生燒到熟 就好像山炸雞腿 由生炸到熟 所以兩個做法不同 蠔燒鰻魚丼 白燒鰻魚丼 鰻魚骨 鰻魚球 還有鰻魚可樂 二花筋 吃這麼多鰻魚會不會出事 今天就跟大家實測 大家不要看那些 其實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是有位觀眾跟你說了一點點 他說這間店 一般地 他覺得一般地 但我是不會因為它 而影響了我的觀感 我待會是食品 是 你擔心的話 你死了 我死了 我死了 你先 除衛鹽 除衛鹽會傳鹽 你喝完給我喝 我喝吧 蛤 鰻魚可樂 其實這樣聞一下 跟可樂沒什麼分別 嘩 嘩 嘩 這麼大 嘩 靜光縣 去靜光看一下 我們下次吃 可樂 我和你同樣反應 恕我直言 我喝了頭兩口 都喝不到有什麼分別 真是可樂 Exactly 就是很舊式小食店那種可樂糖 假假的 很甜的可樂味 其實你是完全聯想不到鰻魚 即我不跟你說是鰻魚可樂 零 說了也是零 等一下 我要煙一煙 忍若透出微淡的燒鰻魚香氣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在鰻魚店那裡喝這支可樂 你喝的時候就聞到鰻魚 你泡到鰻魚 我平反一下喝多一口 不用了 鰻魚骨就來到了 這個鰻魚骨只是28元 好像也不錯 很香的酥炸味 還有焦鹽的香氣 你這樣說我很期待 嘩 不是真是吧 剪刀牙肉 建議你慢慢吃 這個吃的時候要小心點 因為它的鰻骨也有點尖 還有因為它炸得很脆 去到是化 去到你這個食物已經沒有任何水分 咬下去 送啤酒一滷流 加上它的調味其實調得不錯 即是焦鹽加海苔 鹹鹹香香 剛剛好的味道 但就刺傷了 我就想說其實這件事 鰻魚骨應該是否可以 以前的鰻魚骨炸脆了都可以這樣吃 又有道理 焦鹽多度像是在吃薯片 含底蘸粉那一刻 試一下 很棒 雖然味道上就不關鰻魚事 但我建議大家來試一下 真的挺好吃的 鰻魚球 它很熱辣辣的 鰻魚球只是炸過來的 不是很重的海苔味 聞下去吃芝士菠菜 35元4件 用鰻魚的話其實差不多 35元3件就完了 也有重量 OK OK 鰻魚球 鰻魚球 雖然鰻魚和鰻魚是兩個魚種 但其實大家是相似的 它外皮有少許煙韌 裡面的肉也有點實 所以其實它會吃 它的鰻魚皮 煙韌得來它炸脆了 它帶了一個反差給我 然後它的海苔味又很香 它的肉不算很嫩 肉汁在這裡 吃下去外皮脆到有點煙韌 裡面也有魚汁 也不錯 不過吃到某些位置 其實它海苔也下得多 大家看看 整攤是綠色的 其實你一下咬下去 是會有少許鹹 但它又揮發得很快 不過你說是不是很大驚喜 就沒有了 真的少吃 以35元來說 我的性價比是在 嘩 我們的主角主要來了 蒲燒鰻魚 聞起來非常香 還有很多飯素 白色這個 像是鰻魚骨 先說一下 它在這裡煮蛋鰻魚 它就說它不用台灣和大陸的鰻魚 只用美洲海鰻 還有幼年海鰻 美洲海鰻是多麼安全 但是聽聞鰻魚更安全 這麼安全的鰻魚 就是Sherfshark VPN 這次有新的東西 先聽下去 Sherfshark VPN 是虛擬私人網絡產品 使用VPN可以加密你的網絡流量 等你使用公共網絡的時候 都不用怕 保護你的瀏覽紀錄 不會被追蹤 隱藏你的IP位置 阻止你的網絡供應商追蹤你 而且使用VPN 你可以無疑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 解鎖地理限制 讓你看到有區域限制的內容 例如是Netflix這些串流平台 想像一下你可以解鎖一堆相片 但香港沒有的劇 是不是很棒呢 另外 現在加購Sherfshark溫兔餐 就可以即時享有我們大推的 Sherfshark Antivirus功能 它可以即時保護你使用的裝置 免受病毒的威脅 沒有用防毒軟件的人就可以試試 它只是佔你很少空間 不會造成裝置的負擔 安裝還超級容易 因為都已經整合在一個APP裡面 VPN加Antivirus提供你雙重保護 優惠又來了 限時Sherfshark新年活動 立即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或者輸入優惠代碼交付票 就可以立即享有我們的特別優惠 Sherfshark VPN還提供30天退款保證 有興趣就按入條link看看 新年送禮吧 安全 安全 來啊 哇 好像很軟嫩很肥美 哇 漂亮 整體條鰻魚就不是非常大條 哇 是 是 是 真的很慢 真的很慢 哇 燒得好像挺漂亮 一敷一級慢慢來 萬一不好吃 吃過的鰻魚味 是在的 又不是很彪槍很厲害 但它的蒲燒汁是偏向清的 它不是人家很濃烈的那種 響光了 這樣就吃出鰻魚味 和鼻腸炭的味道 鼻腸炭是有用的 那個炭味加了不少分 你看它們 喜炭 其實這樣會不會呼不出氣的 密室燒炭 但是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你燒完東西吃一天回家 你的頭髮要洗兩天才洗得清 萬一這樣燒 要說兩次 怕我不明白 反而這個鰻魚最令我驚艷的位置 不是它的肉質 不是它的醬 而是它的皮筋 筋腌的位置 煙煙韌韌的感覺 是最棒的 很少吃到鰻魚 是這麼煙韌的 咬下去 是 刺開 是不是就是鼻腸蛋燒 應該是很安全的 微浸幼年代曼 他就說這個是燒了一半 再蒸 再茶醬再燒 雖然肉質也不錯 而且皮真的做得不錯 整塊鰻魚很黏皮咬 整個鰻魚的膠質 是很黏軟的 但是我覺得 它又不是很彪青 我這個是小 分量也不錯 它不算特別多 四塊 因為它還有一個湯 還有一些小食 雖然小食是白蘿白 還有海草 海草 雖然也不是這什麼 但是我覺得90多元 旺角來說這個性價比不錯 試試它的飯 它的飯 拌上了萬元汁 味道很像中式的糯米卷 外面有一層包包著糯米飯 幻想到 完全是那種味道 因為它很黏 它黏的 它不是爛 因為飯也挺爽的 還有煙韌的 這個飯是不錯的 但我一點點理解 為什麼剛才那位觀眾說是一般 因為它沒有一個很搶的位置 但我覺得它的性價比是做得到的 所以它就回到幾顆 真的 而且因為一百元以下的鰻魚飯 它不是用很濃的醬去蓋過了東西 我覺得已經是做到它要做的事了 這個醬真的第一秒給了你的感覺 其他就是鰻魚的味道 但是整個飯的配合度 我覺得挺高的 那你趁熱試這個 當然在吃 你會肚餓 我知道你不肚餓 長衛鹽 不要把我拉著跟你說 以前長衛鹽是甚麼歧視 為什麼你不賺我敬業 我長衛鹽都出來 嘗嘗不要怕 嘗嘗沒有片出 來啊 對不起 吃吧 白燒鰻魚和葡燒鰻魚有少少不同 它跟的貝菜裡面 多了一塊檸檬 還有一碟柚子醬 柚子蜜的柚子醬 柚子蜜的柚子醬 因為它這個白燒鰻魚是鹽燒 和由生燒到熟 所以我覺得它的味道應該是清淡的葡燒 它用了柚子醬和檸檬 是給你加味的 真是吃回它本身的魚的質素 剛才那一夾起就會墜下來 這個是平身的 對 挺重的炭香味 OK 蘸醬 柚子醬 好少贏了 我不會照直說誰贏 我會靠我的反應 讓大家知道哪一個贏 萬一沒有反應 我吃了 接不住 接不住 要明白它就會明白 腳後面現在不停 這個白燒真的衝淡很多 完全完全令我幻想到 就是你吃那些串燒魚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個再貼此一點 其實這個白燒鰻魚 有點像燒三文魚膠 但它沒有那麼多膠質和油香 但因為它也有油香 所以它的味道最近似就是 小文魚膠那一類 其實它將魚鹽燒 有些油香流出來 反而它的肉質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層次 因為它是由生燒到熟 剛才這個蒸過再燒 其實你感覺到有層次的肉質 現在這樣燒 沒有了 沒有煙韌 其實這樣夾起來 你感覺到它是比較乾身的 剛才這個鰻魚 不計算它的汁 其實它鰻魚裡面還有一些水分 這個它燒到水分差一點 真的是很普通的串燒 但是它的魚都是嫩的 只不過它已經沒有多餘的水分可以滲出來 燒乾了的表面 還有它的鹽又不是很重 剛剛好 還有一件事 這個魚其實如果不告訴你 是燒鰻魚 你就這樣放進口 你不像是鰻魚 一定不是淺 都不是完全不像的 但是可能你要思索一會兒 再答錯了幾次才做 那就糟了 搞那麼多 我還是喜歡蒲燒多一點 蒲燒真的很有typical鰻魚的感覺 無論是味道層次 和肉質的層次都比較多 這個就真的原始一點 是因為這樣它的燒香味又重很多 加上它沒有蒲燒醬汁 飯就比剛才那邊少汁一點 青上加青 青者自清 豬自清 水分不清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食物 我都是用OK來形容 我不可以說超棒 它一定不是超棒 如果我只是以我覺得最好吃的 蒲燒鰻魚這個計 九十幾元是值得的 還有我說一個我的選擇 我是不喜歡這隻飯 我覺得太像平常我們吃的糯米飯 你喜歡吃糯米飯嗎 我又不是不喜歡 但我不喜歡這樣吃的時候 吃這隻飯 你對中國不喜歡日本 我就是腸胃炎 我今天是在吃的 嘩 吃完了 首先我們要謝謝你們 是 原來我們賣單的時候 老闆沒有收我們小吃錢 只是收了兩碗飯錢 沒錯 那就謝謝老闆 兩碗飯合起來 其實我們剛才吃的幾樣東西 如果以正價來計算的話 就應該270多 我不知道其實是否收加一 但其實不收加一來說 我覺得這個價錢 我又滿意 其實是280多元 兩個小吃 一瓶飲 兩個飯 其實可以 其實可以的 本來我也覺得 鰻魚飯九十幾元來說 也算是這樣的 但你真的要問我一件事的話 以我的身形 小鰻魚飯吃下去 我還未是很飽的 純粹剛剛好夠 可能我要點大鰻魚飯才夠飽 已經夠了 看到旺角一欄 還有人排隊 其實之前聽人說 旺角開了一欄 我不知道是開到這個位置 沒什麼的 百貨應百客 一欄一欄拉麵幾次 真的200元 看一欄拉麵 一欄拉麵 看了 一欄一碗拉麵 基本上你什麼都不加 98元 相比之下 我就覺得鰻魚飯比較便宜 什麼都沒有 叉燒和 其實沒那麼比 是歐來的 開玩笑 一個麵一個飯 不可以 但總共我覺得 這家店是中常的 我始終覺得是因為 性價比真的不差 說真的 很多日式店舖 跟你說鰻魚飯 可能都是收90幾 甚至128 但128的質素 我覺得在這裏比較好 其實那些日式店舖 真的沒有店舖 日本食物 韓國食物 全部都是賣貴一點 在香港香港的 最順利 老實說 我覺得都挺推薦各位觀眾 嘗嘗 萬一不好吃 就跟別人說 萬一不好吃 萬一不好吃 那萬一不好吃呢 就 按LIKE Subscribe comment share 下次見 bye